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冬天快要來 雖然氣溫有段時間還未到冬天的感覺 不過一到冬天 有些食物總是你很想吃的 其中一個我很想吃的 就是羊腩煲 於是今天我就挑戰一下自己 要做個羊腩煲 來吧! Let's go! 做羊腩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羊腩 於是我就買了一些羊腩 我就選擇了柚皮 而且全部都是腩的位置 薄薄的位置 最棒 煮這個羊腩煲 那些羊腩就一定要出水 怎樣出水呢? 之前我都教過大家 去煮這個豬骨湯底那時候 要把那些豬骨在冬水那時候落 然後跟這個水一起去煮滾 這樣那些鬚味就自然會出得更加好 同樣地我們這個羊腩 都是要這樣出水的 來! 我們把那些羊腩放在冬水那裡 然後加少許鹽 然後開火 等它滾了之後 它就會慢慢釋出那些蛋白質 即是泡 那些污 等那些泡開始凝結了少許 這個就是適合把羊腩拿出來 去再沖一沖水 等這個羊腩出水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其他材料先 好! 這裡有三樣東西就很有趣的 薑呢 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放 檸檬葉 那些人說要放的 我是聽人家說的 那我就說好 那就買些檸檬葉放 好! 至於竹謝呢 我呢 就在街市走的時候 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 走過那時候 賣水果那時候 跟一檔那些 煲湯材料的姐姐聊天 說我今晚做這個羊腩煲 然後她說 那你要下竹謝 下竹謝?為什麼? 好燥的 下竹謝呢 涼一點 好一點 哦 這樣 好啊好 那就試一下吧 那你要下馬蹄了 OK好啊 下馬蹄 馬蹄我都知道要下的 原來因為是涼一點的 對啊 很燥的 買些馬蹄 於是乎 我兒子他那檔東西 就買了這個竹謝和馬蹄 真的會推銷 當然也是教了我的東西 那就聽她說 試一下吧 好 那那個竹謝當然不是這樣來的 他幫我斬開了 但是呢 我也要把那些皮弄走 那做這個 這個謝的時候 我覺得要叫它出來 哎呀 對 就這樣慢慢叫它出來 我小時候就看我爺 經常都吃謝 即是黑色那些 不是這些 他很喜歡吃的 然後我也會跟他一起咬 所以呢 我都見慣些人批謝 當然要小心一點 都要一批下去 就是這樣 調的 不是硬地 用刀斜下去 搞定 好啊 接著 炮薑 切片 好 這個搞定了 好 接著呢 就馬蹄 我呢 就神早做了 批了皮 然後浸水 所以免得它變黑的 自己做到這個 然後 當然有冬菇 冬菇 冬菇呢 我們就浸了 你看到一塊塊 我就喜歡 打斜切了它 這樣 OK 這樣呢 就好像 看上去多些 好 切好了 繼續放在冬菇水裡面 讓它浸多一會 好 好 那你會見到呢 那些髒東西 即是那些蛋白質 浮了臉 OK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接著呢 你就要拿這個 羊腩去沖這個冬水 所有水都不要緊 因為呢 我就會再煮的 好了 清洗了羊腩之後呢 我們繼續做了一些材料 先 好了 這個是 芹菜 我在街市呢 就學會了 芹菜呢 就是 這些 中國芹菜 那如果你要說 我們外國吃開的 粗粗的那些 那就叫做西芹 我就經常跟人家說 麻煩要一些芹菜 然後呢 他就給了這個 我 其實呢 我們想要那些 粗的那些 但是呢 我現在在街市就知道了 所以呢 以後我都會叫這個呢 這叫芹菜 外國那種呢 就叫西芹的 好了 將這個芹菜 中芹 OK 那先切開它 哇 這兩條 這樣 OK OK 差一點 好了 好了 好 沒什麼所謂的 那些長度 為什麼呢 我們只不過是用來 調一調味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做這個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呢 你會不會以為是蔥呢 其實不是 這個呢 叫做 蒜仔 又是那些賣菜檔 跟我說 喂 你蒸人啊 你又加那些 蒜仔會好吃很多的 這樣 喔好 那就加一下 其實這個不是蔥 他說加一些蒜仔 好吃一點 OK 那就試一下吧 OK 好 蒜仔 我想都是 不要啦 這些 好 鑊鑊 都不開胃 好了 要切的材料呢 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可以 開鍋 好了 我們開始 煮這個 羊腩煲了 首先 我們當然是用鍋去做 畢竟都是鍋 當然是用鍋 連鍋一起去上 正啦 好 先加些油 要多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加些薑 要爆香些薑 好了 爆香了些薑 少少啡色 然後呢 我們加這個 粟式芹菜 蒜仔 然後呢 還有些乾蔥的 乾蔥呢 我這次就不切了 因為呢 我想它全粒 這樣吃 但是都要爆一下 現在呢 你用這個 中 或者是中 上火 慢慢去煮一下 這個時候呢 你應該是聞到 一些很香的味道 有這個 中式芹菜的味道 跟著呢 有些蒜香 跟著呢 還有些乾蔥的味道 薑的味道 當然也有 好了 爆到差不多 我們就加些醬汁 去炒香 它了 柱頭醬 好 如果你怕焦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調小一點火 了 芝麻醬 藍魚 哇 會不會太夠呢 哈哈 大家知道的 是吧 好 炒一炒它 然後呢 再加三塊檸檬葉 那麼火呢 可以大一點點 那麼多 又不要太大 基本上呢 現在我們想做的事呢 就是想炒香的醬 OK 好了 好了 炒香了醬之後呢 我們可以放回 我們剛才煮了那些 出了水的羊腩 現在可以拌勻它 好了 跟著呢 你就可以放些馬蹄 然後放些冬菇 跟著你做的事呢 就放些雞湯 然後呢 一路加水 加到呢 剛剛呢 蓋過了呢 所有的材料 好了 最後呢 加上那兩顆蔗 冰糖 我就會加少少老抽的 等上色 然後呢 攪一攪它 好了 跟著蓋蓋 然後呢 就煮滾它 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調這個中慢火 然後呢 然後呢 就煮大概一個小時 零十五分鐘 那就是大概七十五分鐘 然後呢 就開蓋 放些枝竹下去 是炸枝竹 然後呢 蓋蓋 煮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之後呢 關火 好 就有它在這裡攪了 你可以攪一個小時 攪兩個小時 攪兩個小時 攪到一起 都可以 當然要冷了之後呢 就放雪櫃啦 對不對 不過至少呢 就要攪它呢 蓋住蓋 所以我就覺得呢 是半個小時 起碼要半個小時 因為呢 我們要等些羊腩 放鬆 那些肉 這樣才會軟 如果你不讓它放鬆 它不會軟 OK 那現在做些什麼呢 那當然是 探杯咖啡 我們等著這個羊腩煮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攪一下這個 腐乳醬 我們有什麼材料呢 有腐乳 麻油 還有砂糖 首先呢 我們就倒了這個麻油下去 慢慢攪了 要 跟著呢 放些砂糖 試一試味 正啊 好 你可以把這個腐乳醬呢 就放在這個雪櫃裡面 等個羊腩煮的時候 就拿出來一起吃 各位 好期待啊 好了 經過了75分鐘之後呢 正啊 嘩 好輕啊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加一個枝竹了 我們先切掉它 炸枝竹 嘩 周圍都是 這裡 嘩 正啊 好了 現在呢 就放它下去了 糟了 我懷疑我自己喜歡吃那些 其他配料多過的羊肉 其實平時也是 那些枝竹吸收了汁呢 好正啊 嘩 好開心啊 好 蓋上蓋子 跟著呢 我們再煮15分鐘 然後呢 就可以關火 等它呢 自己慢慢在那裡焗 起碼焗半個小時 記住啦 好期待 好了 煮完15分鐘了 關火 給大家看看 究竟是什麼樣子 瞄一瞄 要馬上蓋上蓋子 OK 嘩 哈哈哈哈 有它在這裡呢 等它休息半個小時 關火一下 記住 休息半個小時 甚至乎一個小時 然後呢 如果你想熱一點的話 翻熱一下 就可以了 接下來的天氣呢 一定會是涼一點的了 於是乎呢 有這個羊腩煲呢 做一個晚餐呢 真是 正啊 OK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我就等吃了 你可以試一下的 Bye